再来关心夫妻吵架却酿成了悲剧 也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新北市三只有一对夫妻 下午在住家发生了争吵 没有想到30多岁的丈夫 疑似情绪失控 竟然就从7楼高的阳台 当场这样子跃了下来 当场死亡 今天要提醒您 自杀真的不能够解决问题 再来关心的是 建宗生坠楼亲生的消息 有一名已经征试上 台大的建宗高三学生 前晚陪女友检查是确认怀孕的 虽然双方家长就有共识 说要人工流产 不过这名学生疑似是太过自责 就从自家的19楼一跃而下 而他手机里的简讯还写着 也许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末日吧 而如果我是个烂人 世界没有我了 这些这样子非常自责的字眼 虽然双方家长已经体谅了 但是他还是解不开这心理的结 因此选择自杀 来留给家人无限的悲痛